Hello大家好我是楓小廚 过几天就清明节了 美南这边有习俗 清明节一定要吃一个润饼 刚好今天我小姑娘夫妻要回来 所以我们今天打算提前吃润饼 顺便教大家怎么制作润饼皮 首先准备300克面粉 加入3克盐 加入270毫升的水 然后盖上保鲜膜醒一个小时 早上我们要准备在镇上买一些润饼菜 刚好想要借此机会带大家去看一下 市场上卖的润饼是怎么做的 早上起来比较早 现在街上都没什么人 是这种整片铁板 这样瘦肉比较均匀 这些都是我们闽南的一些特色小吃 这就是清明果清团 这就是闽南的软糕 老板真的是超级好的 他们家开了三十几年了 是一个老字号 我还买了五张润饼皮 回去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看自己做的跟外面做的有什么不一样 好了我们这个已经饧好了 现在的状态是比较粘稠的状态 然后开始用手不停的打 这个润饼皮的特点就是要用手拍打 差不多这样子留下去可以快速回弹 取一个铁板锅烧至微热 取出面团给它揉成圆形 这个手法需要一点技术含量 如果大家不会的话 可以试着取一个面团 然后用刀片给它刮成圆形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 这样子操作非常方便 朋友们全程一定要用小火 不能用中火或者大火 慢慢的给它煎 这样做出来的面饼皮真的非常的柔软 而且也很有弹性 闽南的润饼皮就是包这个豆芽 胡萝卜 还有米粉 蚵仔煎 今天还炒了一个西芹炒鱿鱼 还有老妈的鸭汤 还有我女儿最爱吃的大头虾 跟望罗 我爸他可以吃两个一顿 你拿好拿好拿一下 底下拿着 这有没有可做耶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我小姑他们居然还吃不出来 哪一个是自己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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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润饼皮有一些是买的 有一些是我们自己做的 买的呢 那个皮会比较有味道一点 我的是比较淡一点 但是都非常好吃 如果是家里面买不到这种老字号的润饼皮的话 可以像我这样做一个加成版 非常好吃 又可怜 这个就是买到 自己做的这一个润饼皮 家人也觉得非常好吃 外面卖的一块钱一个 那我自己省了好几块钱了 是不是很划算 好了 本期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是佛小叔 下期再见 拜拜